大家好,我是马晓超 上一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了新剧本 《功臣可以招降武将》的玩法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魏国大将张辽 他的强度怎么样 时间一到,盟主点了校正 张辽大声一喊,张文远在此 他的亲卫就冲了出来 还有离点文聘的两支队伍 来到城下,他们接着往人群里冲锋 不过这些小兵小将还是落了点 一下就被打回去了 回到城里,他们马上把战败的消息告诉了张辽 不,张将军外面埋伏了好多人 我们打不过 张辽看小弟们打不过 只好亲自出马了 我张文远要让你落荒而逃 这个时候看到张辽的血条已经出来了 另外还有很多张辽亲卫 场面非常壮观 张辽最后也冲了出来,打掉我们很多队伍 不过人数差距还是太大了 最后还是败在我们手下 之后就和平时工程一样 上器械拆城墙就好了 打下这个城,我们就可以用张辽的个人特性了 但除了上面这个特性玩法外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这是另外一片战场 看到千里奔石发动了 我们招强来的张辽从点匠台跑了出来 往对方军阵冲去 我的突进无人可挡 张辽打了一秒钟就没了 不过战报里看到他一共穿了14怼 总共45万兵力 我们是3万兵嘛 打14怼差也差不多 但如果这里张辽可以回去恢复一下伤兵 继续作战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玩法会更加有意思一点 大家对新剧本这个玩法怎么看 你们最想召想哪名武将来一同作战呢 欢迎大家发弹幕或者留言与我互动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马小超 我们下期见